解释不了它就当是神的 我就唯有用神的机制制止它 那些植物呢 又是神做出来的 有些科学家做不到一棵植物出来的 你没有种子对不对 那又是神的范围 那些植物都是生命的 但是因为佛祖讲过的 世界上任何的疾病 一定有种植物能克制它 但是你不知道哪种 现在根据我自己学的医术 我就觉得如果我用这个驱风油 曼金油和何彰老 在这个空间里充满了气体的话 你的病毒机制是不应该繁殖到的 因为它背后的机制会感觉到 这里不适宜繁殖它就停了 它自然要停了 我就是要杀病毒 它停了你进了这么多就不多了 过两天它就死了 现在那些人就是给它进了肺 繁殖死而已 如果它的病毒不进肺 进了腸胃也不死 你经过腸胃的胃酸 懒死它 你高温又不死了 你一超过39度 烤喉喊烊山 où到珍疆 整个人冲着 aos纲 超过39、40度 那些病毒都死在了 微妙四胞都死在了 受不了高分然後 恶是很微小的病毒 我生命都不好微細 我常常教那些人可以濕疹 你塗藥膏什麼好 你都是找一種正當有效的藥膏 你塗之前那個風筒 噴它那一輪 噴到它乾了水 你忍著痛 痛你都噴久一點 讓那些菌死了 再敷上去 你會快好的 不是說笑 特別香港腳 香港腳那些皮膚病 細菌性的 你一開 我的風筒噴下去 會死掉了 特別你家裡那些蜂蟲 塞那些 賣過熱滴槍 一噴 全部都死掉了 到百多度 那些熱滴槍 嚴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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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打壓 它是保護罩的嘛 你噴水過 它不肯死的 但是你那些熱滴槍下去 它都凝固了 整個抽光的浸泡氣 高溫高溫即死即死 所以如果你想說你皮膚病呢 你用我們這個方法 噴水 用好的皮膚膏 塗上去 收在上去 不行 那另外講回香港的房屋問題 謝謝 謝謝 請教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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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